2月19日 被人誉为天马行空和梦幻家园的原始派 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贺鹏飞 与圣改博士举行美国个人绘画首展 何涛市市长苏王秀兰 圣改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西科威纳市市议员吴通怀 楼山基县宪政委员凯斯林巴格的代表 吴中国等民选官员到场祝贺 并为画家贺鹏飞和轮椅歌手君子颁发奖状 画家贺鹏飞向来宾赠送画作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也为画家贺鹏飞准备了奖状 世界名人俱乐部代表郑重 向贺鹏飞颁发奖状 没有学过画画 突然间有一天 好像有人在辞叠我 让我开始画画吧 让我开始搞艺术吧 所以我就开始画画 每次我的画画就说 只要拿起笔 我就知道画啥 没拿笔以前 我是不知道他画啥 包括好多人问我说 你画的是什么 我说我画的是一种 我心灵的东西 上天给我的东西 眼光看不到的东西 我想表现这种神秘的东西 比如说我表现宇宙 比如说我表现海底 比如说我好多东西 你可以看得像海底 比如表现一种神秘的东西 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著名旅美作家冰仁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彭南林 美国格莱美奖评委韩志明 美国电视节目 Newer Street制作人 Alex Mung 中国青年十字秀艺术家 王晶晶 青年纸雕艺术家 莫茜怡 中国节青年艺术家 朱小光 93岁的抗战英雄 飞虎队老兵 陈科志 吉林经贸联合会 执行会长 孙伟等 桥界 艺术界 工商界人士 出席画展 共同观赏了画家贺鹏飞的近百幅画作 本次活动由美国阳光集团所属 世界名人俱乐部举办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